在这么一种前所未有的攻击和逼迫面前 怎么还会有犹太人能够留下来 还有犹太国存在呢 神为他们不但在原来赐给他们的地上 而且在列邦列国当中 神也在那里养活他们 所以在人类历史当中 我们看见非常有这个 有这个非常突出的一种状况 就是犹太人不停地被非常强烈的 剧烈的被破 但是呢 他们不但是继续地保存下去 而且犹太人这个民主 越来越富有 这个财富越来越集中在犹太人手里 而且犹太人当中人才辈出 他们有许多杰出的精英 这些人为人类做出非常多贡献 所以就是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听到整个穆斯林世界 他们发下毒誓 他们唯一要做一件事情 而且一定要做成 就是要把犹太人在这个世上斩草出羹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他们不但办不到 而且似乎他们这个犹太人越战越强 所以撒旦看见以后就非常的仇恨 所以他们也 撒旦不但攻击信犹太教的犹太人 也攻击从犹太教而出的基督教的信仰的 跟随基督耶稣的神的儿女 就是神的教会 教会是什么呢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而且他们坚持他们所见证的道 所以大家实际上都有感受 我们做见证的时候 我们的家里人好像都很特别的 对我们的见证特别的反感 这些掌权当官的 这个为王的 他们也对这个福音特别的反感 我们可以看见 在这些反对的后面 是谁的这个权势 实际上是撒旦在这些事情的后面 我刚才开场的时候 我说有七个异象 我们这在第十二章 只看了三个异象 我们在第十三章 后面我们会看见 更多的四个异象 今天我们课里面讲的主要的 看见是神与撒旦之间的 这个征战 当撒旦 当撒旦装扮成蛇到伊甸园去诱惑亚当和夏娃的时候 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要 这个引诱亚当和夏娃 更重要的他是要 他是针对神 他是抵挡神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 在以佛所书的第六章 我们要来看 我们曾经背过这段圣经 以佛所书第六章 第六章的第十二节 在以佛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 在三百四十五页 第十二节说 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至幼岸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不笼合征战 所以当我们做见证 有人反抵挡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要生气 我们要理解这件事情 他们之所以反对 是因为他们背后的那个能力 是因为撒旦不想让这些听到福音的人 去相信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做见证的时候 我们传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 是讲那些撒旦最憎恨的那个部分 就是讲基督耶稣的死而复活 但是大家记住 不管撒旦如何的反对 他已经是被战胜了 而且他不但被打败 他也知道自己余下的时间不多了 这个记事章大家有什么问题 这个课要结束 我们请Luke兄弟给我们做结束祷告